盛夏时节,位于吉林省华电市长山镇松花湖深处的仓路岛热闹非凡,一批又一批的小仓路破壳而出,为小岛带来新的生机。 为近距离观察仓路,记者近日在床公李光云及其丈夫郑保园的带领下,逆流而上寻找最佳观测点。 他们在松花湖开船几十年,经验丰富,约一个小时,记者就抵达了仓路岛。 今年,丰沛的降水不仅使松花湖水为大涨,也让仓路岛草身淋密。 随着无人机慢慢爬升,记者看到成群结队的仓路在参天大树上盘旋争鸣, 潮雪里的小仓路刚刚长出羽毛,正嗷嗷待补。 仓路是一种大型摄禽水鸟,每年春季会从南向北迁徙, 待秋季气温转凉,雏鸟雨衣丰满,又由北向南迁徙。 仓路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,通常会选择在水草丰盛的潜水水域或沼泽地筑巢繁殖。 松花湖是建设丰满水电站后形成的一个山间水库,现为中国4A级景区。 为了保护松花湖,吉林市集中治理了周边工业企业和农业面园污染, 并设置浸鱼漆来促进可持续发展。 李光云一家三口都在松花湖上工作,因而他将保护环境视为己任, 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登岛巡视一番检查是否有人破坏环境。 根据当地官方统计,上世纪90年代,这里仅有上百只仓鹿, 如今已有上千只,最高峰时达到三千只左右。 现在,仓鹿岛的名气越来越大,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, 这位李光云和当地村民带来了更多收入, 但当地官方却不主张过度开发, 他们相信守住了绿水青山就会有金山银山。 松花湖对我来说,从上到下我都走过,哪儿都挺好, 国家一直在这里,一天比一天好,一年比一年好, 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好。 忙碌了一天,当余晖洒在船上, 李光云唱起了他最爱的京剧《梨花送》,向仓鹿告别。 李花开春大雨,李花落春年 耶耶耶